郭文貴議員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這一次是從政黨輪替以來 立法院所提出來的第一次的對葛魁的不信任案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不信任案 是因為陳衝內閣當初高舉財經內閣、安心內閣 可是幾個月下來我們發現台灣的經濟一直在衰退 人民的痛苦指數一直在攀升 安心內閣不能讓台灣人民安心 所以我們提出這個不信任案 台灣的人民在過去 在過去這一段時間 面臨高物價、高失業率、低收入 在這個當下 竟然內閣帶頭 油電雙掌 油電雙掌讓台灣的經濟雪上加霜 所以台灣人民既然痛苦 那民意代表自然必須要反應民意 台灣這個社會 台灣這個社會對於青年 台灣的青年事實上 才是台灣最重要的資產 可是台灣 台灣的政府 陳衝內閣對於台灣的青年 採起敵對的態度 非常不友善的態度 讓台灣的青年面臨 窮、忙、低薪、高失業率的風險 台灣的青年沒有前途 那台灣還有什麼前途 民進黨跟台聯黨 代表台灣民意 反應台灣民意 所以提出這個不信任案 我相信 既然陳衝內閣在民意調查中 民眾的不信任度高達60% 表示台聯跟民進黨所提的不信任案 是非常的切合台灣的民意 民意既然如此 那身為在野黨 提出不信任案 我認為 以法有據 與情合理 至於 執政黨的委員 事實上 我認為這一次的不信任案 道士 藍綠 應該採取非常一致 的態度 因為我觀察陳衝內閣 從組閣以來 決策 大概多數 是由 馬英九總統 也就是國民黨 的黨主席馬英九先生 在主控 為什麼馬英九必須要主控 自己任命一個閣盔 然後主控所有的決策 最主要的原因 是來自不信任 那假如 假如 馬英九的馬英九主席 對於陳衝內閣 如此不信任 那麼 國民黨的從政黨員 國民黨的從政同志 應該要貫徹馬英九的意志 對陳衝內閣 實施不信任 我想 這個不信任案 從民意 到 黨議 國民黨的黨議 都是 傾向支持的 我相信 明天的投票 一定會 通過 這個不信任案 我也相信 國民黨 是一個 是一個 有 有紀律的黨 所以 大家 應該要 仔細的觀察 黨主席 對於陳衝內閣的想法 黨主席 從 決策 到人事布局 對 都 都必須要 插手其間 表示 對陳衝內閣 非常不信任 所以我在這邊 呼籲 國民黨的委員 支持黨議 展現 在 撐 presenter 接著 皇屆